赛台训练跟资格赛的出场顺序一样 中国女队在第二队登场 其中四名打的团体的队员 分别是张锦 唐锡进 卢亦飞和欧玉珊 范依林和管辰辰分别参加高低杠和平红木 两个单项的较量 团体和单项队员穿着的体操服也有所区别 中国队首个项目跳马 张锦和欧玉珊都完成得比较顺利 因为跳马器械有点偏硬 为安全期间 卢亦飞没有尝试肿炎720 唐锡进的游耳琴科720也稍欠一点火候 不过小姑娘还是很有信心的 其实总体来说跟家里的感觉差不多 就是这边感觉稍微会偏硬一点 因为家里面不管是什么器杰都做过很多次 而且都已经砸开了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都能调整 都能适应 第二项高低杠 队员们总体也表现正常 世界冠军范逸林难度分6.5的成套 赛台完成的可圈可点 作为六位队员当中 唯一一位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 她也主动跟缺乏国际大赛经验的 欧玉珊管辰辰交流 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就是状态嘛 就是在出发前的时候 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呢 今天的话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挺习惯的 因为我们也吃的那个区域是亚洲 所以呢就是也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 中国队的强项平衡目 整体发挥出较高的水平 团体四人和平衡目单项选手管辰辰 在成套练习中都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我觉得今天屏幕的赛台还是不错的 可能因为前几天 因为膝盖在飞机上可能有一点点肿胀 然后会调一下 然后但是练的时候可以正常练 然后练得也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跳马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 然后杠子也解决了一些 自己出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木头也做的还可以 就是问题不大都可以调整 最后一项自由操 队长张锦 唐锡进和卢宇飞 三位全能选手完成赛台 基本都发挥出水平 卢宇飞为了团体赛更加稳定 第一串动作由后值1080 降为后值720 全能比赛有可能改回原来的难度 这里四项今天沉下都非常的好 然后这里气息也很好 环境也非常的好 最近河南遭遇水灾的消息 也牵动着体操小花粉的心 特别是郑州姑娘容宇飞 她表示会好好备战奥运 请大家放心 那里面停电嘛 然后就是手机可能没有信号 然后一时没联系上 然后就要着急 后来联系上了就觉得放心了 就是让我安心比赛 不要担心家里的 他们会好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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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